可能叫做RANCE的XLS活躍布 儲存 儲存之後接下來要放在哪裡呢 基本上我是把它丟在雲端上面 那怎麼丟 特別注意就是用這邊的箭頭把它傳上去 上傳檔案有沒有 找到桌面上 不過特別注意在做這件事情的話 請各位先檢查一個地方 做上傳動作先檢查一下有沒有齒輪裡面有一個上傳設定 記得這個要打勾 不過如果你是英文版的話請你把它看要不要改語系 我這邊已經改成繁體的 所以看到的話會是中文的 那你就是上傳設定裡面 記得這個地方要打勾 它會幫我們把Esser檔轉成Google試算表的格式 因為如果你沒有轉換你就沒辦法發佈 這個確定要先打勾 打勾之後我們把剛剛那個檔案傳上去 檔案裡面傳這個檔 那傳的方法就是桌面上 找到剛剛那個檔案 它要RATE 找到它這個位置 OK這個 按開啟 OK 那傳上去之後的話呢 上傳並共用 那傳上去之後 這個時候呢 在你的雲端硬碟裡面 就會看到有一個Rant 因為本來有一個Rant 不過你會發現 它的雲端硬碟 重複的它沒關係 你可以把舊的移掉 比如這個移掉 那我已經傳過一次了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兩個都一樣 我把它打開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看到的就是這樣的結果 有沒有 就是19種匹別 然後應該是現金買入賣出 第一個是現金嘛 第二個是奇 好像什麼 奇 奇奇的吧 所以兩種 OK 總共有五個欄位 對 這些資料 那再來的話我要怎麼樣 把它變成網頁 基本上呢 Google Dark有個最好的 我覺得它有個很棒的功能就是 所有的文件通通可以變成網頁 也就是以往你要架Web Server才能辦到的事情 其實現在Google Drive都可以幫你完成 所以甚至有些地方 如果你不想要架Web Server的話 可以用它幫我產生一個網頁 那怎麼樣產生網頁 這邊有個簡單的方法就是 在檔案裡面 有一個叫做發佈到網路 有沒有 你按下去之後的話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開始發佈 因為我已經發佈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開始發佈 那要不要發佈 是 OK 那確定之後的話 這邊就有個網址了 那這個網址呢 將來 如果你給人家的話 其實 在PC上面看到的 就會是一個網頁 而不會是一個那個 就是試算表 它會是個網頁 所以呢 如果說你要去抓它的話 基本上也是OK的啦 就是怎麼樣呢 那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你要短的網址給人家的話 你可以用go.go把它縮短 然後再產生一個QR Code 給人家去scan 人家看到的話也是這個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個APP去抓資料的話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直接把它選取 我們把它 直接看那個source部分好了 這邊的話有一個原始碼